当然是简化你程式的一种手段 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 比如说你这个程式经常重复被使用到 或者是说你这一段程式呢 你可以借由引述或者参数 去改变改变里面程式运作的流程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那个你的这个资历函数 有没有return一个值 所以基本上呢 资历函数我们以那个 这边有个练习题叫摄氏转滑式当成练习 那如果说当然你如果不该写不写成那种 就是资历函数的话呢 大概就直接input 比如说你input之后几度c 当然因为可能有小数点 所以我们有个float 然后呢再去跟那个公式做串接 那当然摄氏转滑式的公式是乘以1.8 再加上32 最后把这个值return出来 然后并且在后面把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并且前面至少是5位数字的话 比如说像这一题好了 那我把它直接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假设我今天想要算什么呢 算37度是华氏几度的话 那我假设输入37 enter 比如说请输入多少 那我输入之后 enter之后自动帮我把结果 帮我把它return出来 那基本上写法至少会有四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完全不用置立函数的写法 不用置立函数的写法是 就刚刚讲的 1先输入 2把公式做完之后 把它结果存在f里面 最后呢 再利用格式的方式输出结果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点ef指的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这个前面讲过 但是可能同学会比较有问题是 那个person后面这个5 5的话指的是说呢 这个里面我们控下来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5个数字的空间 所以这个5 那当然你那个数字越多 当然控的距离越多 那把这个结果给输出来 那这个是不使用自定函数的方式来写 那后面当然我们有总共会有三种的变化 就是自定函数的至少会有三种 那三种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放在云端上 首先第一种是 如果你要把它写成那个自定函数 第一种是 它没有引述 也没有回传值 没有引述也没有回传 那实际上就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段程式抽离到另外一地方去执行 当然在这个地方 这一题基本上只执行一次 感觉不太出来 不过如果说假设有一个地方 它需要不断执行这一段程式的话 那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地方 引述怎么加 特别是我要怎么样把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部分 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这个自定函数 那当然自定函数的结构 1 请记得 它一定是 DEF开头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函数的名称 那后面的话一定会有个小刮符 冒号 这个结构一定你少一个都不行 那这个小刮符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你要加什么引述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引述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小刮符里面是空白的 另外回传值 这个地方假如你有回传值 华士的一个简单程式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改写一下 那改写当然我讲过 你要怎么改写 1 在这个地方请记得 加上一个DEF 其实就是把这个地方前面加一个DEF 还不能颠倒 OK 没有引述也没有回传值 第二个是有引述 但是没有回传值 第三个是有引述也有回传值 大概会有这三种比较常用的 那我们怎么来改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就是先做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完全没有制定函数部分 那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改一个 所以我的习惯会把这一段 这个module把它复制一个 然后再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也许把它变成 它原来名称是那个C to F 底线DEF 然后这一段呢 我就想要把它改 改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有 这个是有回 有那个引述的 那不用把这个拿来改好了 这一段 那我们第一个呢 先拿这个来改什么呢 改那个没有引数 就是没有引数 也没有回传值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第一行的地方 打个Enter 然后呢 名称一定 制定函数反正一定是D开头 不过Eucalyptus还蛮聪明的 打一个D它就DEF 所以你按个Enter 或点它两下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给一个制定函数名称 叫C to F 小刮符 不过你会发现你打一个前刮符 它后面都帮你准备好了 那你只要做什么呢 把这底下三行按一个TAB键 TAB键就是它下一阶 也就是说呢 这个制定函数里面有这三行层 这个缩排我讲过了 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缩排 跟有加跟没加 是完全不同的 Python非常注意那个缩排 跟其他语言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已经建了一个制定函数 不过制定函数本身是没有办法自己被执行的 所以你要怎么执行呢 通常会在下面打一个主程式 比如说在底下的话 从这边开始 那它是主程式 主程式的话呢 从这边开始 打一个Ctrl加斜线注结一下 表示主程式是从这边开始 然后呢 怎么执行它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个 包含小瓜阿虎有没有 这个就执行它 所以一执行之后它会执行 然后并且跳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执行 那它一样 其实它就是跳到这边来 然后自动也是Input 所以Input 37度 Enter 会自动怎么 直接在这边算完 直接在这边把结果给print出来 所以你会想 这个地方好像跟刚刚差不多 差别是什么 把它独立出来 没错 那因为目前只有一段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异 可是如果以后呢 你有很多段的程式 你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最后串在一起 或者你那个程式本身 会重复使用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没有引述 这边没有引述 第二个也没有return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 第二个如果说呢 我希望把它变成什么 有引入值的话 比如这个引入怎么引 就是我今天可以从 组成式这边的小瓜糊 丢一个东西给它 它可以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 在这边计算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有引入值的话怎么做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有引入值的话 那一样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1再复制一下 这个module复制再贴上 变成2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1变成2 有引入值 那引入值怎么引入呢 特别注意喔 1你可以在这边 先在这边加一个引入值的 这个引述名称 比如说假设我给它一个c 好了 这个c的名称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可以用 只要不要是里面的保留字 那就可以 比如说我用c 那这个c呢 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 它我要有个引入 所以我把这一行input 本来input在这边 我把它放在主程式里面的 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我今天从这边 主程式先input 然后呢 再把这个input的结果呢 放到这边来 丢给它 它再传过来给这个自定函数 那自定函数呢 它就接收到 你用这个名称是你丢进来的名称 传到这边呢 是你引述的名称 那两个 你可以取一样的名字 也可以取不一样的名字 ok 你也可以叫input c 你也可以叫c 那我传进来之后 如果你要c的话 那它就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的名称也叫什么 叫c 就是有点像打棒球 那个传球一样 我把这个传过来给它 它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输入的值 所以其实有点是传来传去啦 不过这个当然你在将来 实际上程式撰写的时候 有些地方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ok 然后传过来说 运算结果 那因为第二种是有传入值 但是呢 没有return值 所以你会发现 直接在这边把它直接输出 所以把它执行 基本上执行的结果 假如换38度 Enter ok 那你会发现它这边input进来38 那我把Enter 结果一样复印的 它的流程一定是先过来38 再把38丢到这边 它就会传给它 它再传38 所以这个做c也是38 到这边38 所以运算结果 那return再把结果没有return 结果直接在这边把它做输出 那这个是第二种 就是有引入值 就是有引数 但是没有return值 这个是第二种的 那个制定函数模式 那当然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 当然就是说 有引入值 也有回传值 那其实回传要怎么回传 所以请各位待会也试一下 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我return的话 那我把print 不要在这边print 我在这边print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return 就可以了 那做法上面的话 一样请各位 把刚刚的那个2 复制变成3 那return的话 其实就加一个关键 这个我想 最后呢 因为我要print 不要在这边print 我要在这边print 那我希望呢 我把它引入之后 它过来 并且算完结果 那把结果这个return给我 return给我的话呢 特别注意 其实关键就是打一个re 对吗 其实你会发现 在Eclipse打一个r return就出来了 把什么return给我呢 把freturn给我 也就是说 把这个计算结果告诉我 我引入一个 那你最后把f告诉我 那可是问题 这边已经有f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f删掉 那把刚刚这个 制定函数的这个地方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一行里面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 直接input一个结果给它 input 这个地方直接input 比如说我打一个38度 那他会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丢到这边 那这个c接到就变38 那这边也38 把他计算结果之后 丢到f 利用returnf之后 再把这个结果 丢到现在 这一个制定函数的位置 所以呢 最后显示出来了 也会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地方 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呢 把这个38度enter 你会发现 结果也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可以看懂 我刚刚讲的 那什么时候 就是这三个方式 都达到一样的目的 对 那什么时候才建议是 用第三个方式 做一个人的方式 其实这个关键就是说 当 如果你只是要简化 你的城市流程的话 通常会只是把某一个 城市某一段 就把它搬到另外的地方 不过这边是一定要放上面 主城市一定要放 这个架构一定不能颠倒 那 当然如果说 你今天呢 你说第二种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一样让他做 可是你不需要说 让他有一个return值的话 就是说 可能这一段城市 他可能 丢一个什么东西给他 那他会有不同的结果的话 就是说 让他有一些改变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第二种 就是只有引 给他一个值 那第三种的话 就是说 可能你要让他更简化 比如说 我们刚刚城市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可能 因为后面还会蛮 所以 为什么会讲这样 因为后面很多地方 都会用到 因为目前 但我们 我们现在因为 这城市还算简单 所以像刚刚的那 那几段城市 你也可以把它改写成 就是制定函数的写法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用到 所以你们大概先知道 有这三种东西 那我们后面一定还会用到 尤其是 你要处理重复性那些城市 都会把它独立出来 那这三种的话 那目前 如果你以前没有写过城市同学 对这些应该比较陌生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1 2 3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 那个制定函数的名称 这边叫C to F 那基本上那个名称不能够 假设你有另外一个 你不能取一样的名称 那个名称不能重复 跟VBA是一样的 可是 小法里面 它是可以允许一样的名称 藉由不同的引数 或者回传词 可以有一样的名称 不过当然 在python里面是不行的 名称 只能够 就是 一个名称 你不能有多个名称 那至于使用的 这个 呃 情境 大部分呢 都是当然相对的 城市一定是比较复杂的情况 你才会使用到这种制定函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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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